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坚南 这隆岭是滇西日军最后一个堡垒 一旦丢了隆岭 日军在滇西他就无闲可惧 从1944年6月开始 五个月里中日两国军队在隆岭展开拉锯战 这激烈到什么程度 六月八月间中国军队有两次都已经攻入城内了 但是又被日军反扑成功 直到后来松山大捷扭转了滇西战役的格局 因为滇免公路通了 所以大批的增援部队后勤自重 通过滇免公路源源不断的运到隆岭的前线 就在隆岭拉锯战胜利在望的时候 十一集团军的司令部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隆岭城的中心位置还残留着一座碉堡 这是六十多年前日军占领隆岭市修监 那三座已经被摧毁了 现在仅剩就是这座 听说是滇西抗战保存最完好的碉堡 这都是弹孔 当时都是那种机枪的弹孔 都打不进去 因为特别坚固 1944年10月份 当时宋西连将军指挥 就是十万多眼镇金 把整个隆岭城包围了 周围那些山都已经是克服了 对 都克服了 那么当时的话 他围了这么长时间后 听不到城里面还有枪声了 他就打电话给蒋介石 就说整个隆岭现在已经被收复了 蒋介石听到这个交集非常高兴 那么就通知世界上那些各大媒体 就说农民城 这个农民的争斗战已经结束了 后来的话 那么就是十一集团精的话 就命令士兵的话 冲下来的话 把整个农民城 就是来清理农民战场 但是这个眼镇金 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突然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碉堡的话 就是机山就开始响了 死伤了很多的眼镇金 这个消息 报到宋西连那个地方的话 宋西连又打电话给蒋介石说 这个农民城呢 还有一些残疾没有消灭 那么他就 蒋介石呢 听到这个消息呢 非常恼火 因为他向全世界 已经发布了这个消息 所以呢 后来的话 蒋介石就把他撤了 现场就把他撤了 把他换做了黄杰中将 一直指挥十一集团军的宋西连 没有想到 胜利在即 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就在他离开战场几天后 远征军在美国空军的协助下 三面合围隆 1944年11月3日 龙陵被收复 日军五十六师团残部 沿滇缅公路向缅甸窥逃 整个滇西地区 龙陵 腾冲和松山战役 在世界二战史上 被称为龙陵会战 在这次战役中 美攻下这三个地方中的一个 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 都要亲自致电祝贺 这是整个中国战场上唯一由中国军队主动发起的战略性进攻 并取得了全歼日军的彻底胜利 日军精锐五十六师团是龙兵团 龙陵也就成了龙兵团的坟墓 龙陵城 是1944年11月3号凌晨收复的 当时电报拍到重庆 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的功夫 军陵部的人说 说现在深更半夜的 要不不要惊动尾坐了 等明天天一亮再报告 可蒋介石的侍从说 赶紧把电报送进去 尾坐一直坐在那等着呢 滇西战役从1944年5月开始 一共历时八个月 日军被歼灭两万多人 并被赶出了国门 中国远征军用六万多官兵的生命换来了反攻的胜利 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热血男儿 永远长眠在滇西的高山峡谷之间 1945年1月 当硝烟散尽的时候 这些搅穿草鞋的士兵整装待发 此刻 他们将要去和另一支英勇的部队 中国驻印军会合 迎接最后的胜利 正当滇西战役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 缅北战场的中国军队势如破竹 攻下秘之纳后 中美盟军在缅北节节推进 1944年12月15日 驻印军攻克巴默 半个多月后拿下边境重镇南侃 此时 所有将士的口号是打到东京去 随着中国驻印军向前不断推进 史迪威调集中美两国的工兵部队 开始修筑一条重要的公路 这条公路从印度的利多出发 将穿过缅甸北部 到达中国的宛丁 与被切断的滇缅公路相连 如今 利多公路已经被缅甸原始森林和洪水彻底吞噬 然而当年 有一万五千多名美国工兵和少量的中国劳工 为了这条路 没日没夜地挣扎于潮湿泥泞的这代丛林中 工兵修筑的这条公路 完全有资格列入二次大战的重大事件 因为正是有了这条路 才使得陷入重围的中国和盟国的联系更加坚固 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 使日本过早投降 盟军本来是寄希望于这条路 为中国输送大量的战争物资 然后在中国大陆和日本陆军展开决战 攻克密之纳三个月后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分头向中缅边境推进 1945年1月下旬 历经艰辛开辟出来的中印公路 终于又接通了被切断两年的滇缅公路 从印度利多零公里处出发的 一百多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 满载着抗战物资和胜利的喜悦 从临北的丛林中驶向中国 随队的美国记者写道 第一支车队开来的消息 在沿途村民中不禁而走 广为传播 乡民们扔掉手上的活迹 走出他们破旧的房屋 扬着臂膀欢笑地奔向我们 1945年1月28日 中缅边境的小镇宛丁晴空万里 上午九点 第一个从利多开来的车队来到这里 这时 一位普通的中国士兵闯入了镜头 无意中将自己的身影 永远保留在历史中 照片中那位背对着镜头的蔡孝勇 原来是中央大学的学生 后来从军成为美军顾问团的随军议员 这个服装啊 你看这个帽子很有意思 他们当过语言的都知道 这个帽子是一个绿色的毛线绿色的毛线绿色的毛线绿色的一个小帽子 鸭舌帽 一个鸭平常戴的 他戴的那个是一般的都戴的那种布的工作帽 这个Hero Deakin 我们就是看热闹的不是对情趣的 就看到呢后来把这个牌楼搭起来以后 才知道这是个什么事情 直到有这个大事呢 回头呢就从昆明这个方向 就开始就有季普来了 来了有谁呢 这就出现大人物了 宋子文 新政院院长 何银青 魏李皇 远征军总司令 这一天当时的这个说明是 1945年1月28号 从利多开来的100多辆车子是被日本人切断以后 将近两年第一个陆地的车队 到了宛丁 说明利多公路和店面公路通车 通车 那么那一天的话呢 蒋介石在重庆呢 也发表讲话 蒋介石说他代表国民政府呢 宣布把中印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 为了表彰史迪威将军在这个店面作战 和修公路上的攻击 还记得当时现场的气氛怎么样 现场气氛还是比较高兴了 当然当然还是比较高兴的 兴奋的 比较兴奋的 这张照片登在1945年6月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 后来无数次引用 蔡孝勇自己都想不到这照片会这么有名 那一天除了通车典礼之外 还是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会师的日子 这两支部队的官兵可是碰到一块了 哎呦一看这从印度回来的 从头到脚啊 一身美式装备啊 哎 这滇西过来就穿着草鞋的 这远征军 这难免啊 也煞是羡慕 不过呀 大家都特别的兴奋 都是弟兄们 拉着手啊 说不完的话 那是那天高兴极了 上午11点 中美将领到现场官礼 魏力皇将军致辞 说今天咱们这个会师 只是为啊 会师东京开个头 我们要打到东京去 在东京开庆祝会 然后你再看那驻印的美军总指挥 索尔登将军也讲啊 说今天呢 是同盟国最高兴的一天 是日本最不高兴的一天 连那个修建中印公路的 那个皮可少将 干脆就说 说我今天这个兴奋的心情啊 你们想象不到 反正那天现场 就不是口号 就是欢呼啊 大家都喊什么呀 打到东京去 到东京会师 不过呀 在这么热闹的场合中 我却发现少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本来是无比重要的一个人呢 史迪威将军 原来啊 就在胜利啊 差一个月就胜利在即的时候 史迪威呢 却接到了免职的通知 当他听到中印公路 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候 他呀 都已经回了美国的家里 这位将军呢 是从重庆起飞 约瑟夫 史迪威 通车和会师典礼结束后 车队重新开上了点缅公路 七天后 终于到达昆明 这是急不可待的大后方军民 赶早到市郊迎接车队的情景 车队开进城里后 特意穿越了昆明最繁华的大街 十万市民家道欢迎 当时随车队来的 还有各国的战地记者 他们抢先将车队 到达昆明的消息 发往世界各地 为了醒悟 他们在照片上 用英文大大的写着昆明 王玉顺和王健贵的父亲 都是留在缅甸的远征军老兵 他们当年留在这里的原因 大多是不愿回国打内战 王玉顺的父亲还健在 他们家就在山脚下 但他从来没有带父亲上来这里 日本人的话 当年曾王几匹赞马 八百多匹都要开了背 都开了背 赞马 除了讲识以外 赞马都要离了背 赞马都开背 我们眼里的当光都有背 高层 六十年代 由于政治原因 当时的缅甸政府 铲平了所有中国远征军墓地 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在台湾的孙立仁将军非常难过 以后无论是担任要职 还是被软禁三十多年 每年到了清明节 孙立仁都要在家中的院子里 为这些阵亡将士烧一些纸钱 临终前 孙立仁一再嘱托家人 以后无论如何 也要为他们重建纪念碑 在云南的宝山 腾冲等地 至今仍然健在的远征军老兵 已经不多了 他们中很多是外省级的人 抗战结束后 当地人把他们留在了这里 现在这些老兵散落在滇西各地 大多贫病交加 晚景凄凉 宝山金水阁酒店的经理杨建明 发起了一项老兵互助活动 他们通过宝山市对远征军老兵的统计资料 走访了这些老人 最后决定资助最困难的一百名老兵 每个月向他们每个人发放互助金一百元 现在这个活动已经快一年了 大门金笔 熊市超老人 原籍四川八县 今年七十九岁 这间小巷里的检疫房是自己搭建的 熊市超原来是远征军第六军三十九师师部的四号员 1942年参加第一次入眠作战 战结束后留在了宝山 他的妻子已经病故 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下了岗 老人文革时被下放到农场 回到城里在一家街道小厂打工 后来工厂倒闭后就没有了经济来源 现在每个月靠二百元的低保金生活 提起六十年前的那场战争 老人最难忘的是自己的连长 那是个一米八的东北大汉 在缅甸的一次作战中 他们几个弟兄眼睁睁看着连长被炸死 但也没能把他的遗体掩埋 啊 这也不不来了啊 那是通 那是家有的生菜 哼了那么多年 其实还是会发虾的心的 嗯 一姐啊自己包走神经 嗯 嗯 李明顺今年八十八岁 原籍湖南 一九三五年参军 参加过武汉会战 一九四四年参加松山外围战 家里靠务农为生 长期病卧在床 崔继荣 今年九十四岁 原籍河南 一九三八年参军 被编入第五军 后来参加功课松山 没有固定收入 施秉安 八十岁 原籍四川 一九四一年入伍 参加过收复腾冲的战斗 两个儿子每年供给大米两百斤 没有任何现金收入 我们好像这个我们所接触的老兵 他们比任何人比法 比法国任何原因 而且每当提到这段历史 他们现在还是有点很兴奋很激荡 我想的话 能够就是 也能够期待 这种一天 像全苏联的老兵一样 我们这些老兵也会 同样的长出来 很理直气壮的 我想的话 中午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一连十集中国远征军 我记得十天前 在第一集一开头 我说过 有一支中国军队 要走进咱们的视野 这十天来 我就被这支中国军队带领着 走回到六十年前 好像是亲眼看见他们在战场上 跟顽敌厮杀 他们的牺牲 他们的失败 他们的胜利 他们的荣光 到今天 随着节目结束 这支中国军队 又要暂时淡出我们的视野 这时候我好像又回到六十多年前 欢送远征军出征的老百姓的人群当中 看着他们渐渐消失 渐渐远去的背影 这心里啊 又是百感交集啊 又是空落落 无所归意 不知道怎么形容 远征军 当年大军几十万 到今天 在他们当年战斗过的 滇西缅北 能查到的 还活着的老兵 不到三百个人 我倒想起我们设置组的人跟我讲 就在前一阵 他们在云南宝山 采访了四位老兵 刚离开几天 就接到电话 其中一位 长期病卧在床的远征军老兵 刚刚去世 原创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